《韓摩迪》的主題其實是我們想說 當你揹揹很多東西不肯放下的時候 你做不到一些新的東西 你要放下一些舊的東西才重新上路 可以用兩個字形容《韓摩迪》 其實就是叫奇幻 馬國明這次就是做一個市井無賴的的士司機 他這段時間也少做這些角色 紅軍比較新嘗試 在《韓摩迪》中 其實我是飾演一個石精靈 這個角色最大的挑戰 首先我要邪羅上身 現在想起組織就保持健康 因為我發覺我回顧回彈 這次他做這個角色 其實我會給他85分 其實他兩方面都介入到 他有一個很穩重的特質 也有一個很跳脾的性格 這次就發覺他出來 其實他很適合演戲劇 在我的認知中 我覺得最難最難的角色 就是做一個喜劇演員 坦白說 因為喜劇演員是 你要先由骨子女本身 你的人真的很有趣 其實我覺得這部戲 很多演員都很稱職 我覺得劉沛月也不錯 他做一個很怕鬼 但又被公司安排做 令義節目的主持 他會做到那種挺有喜劇的效果 不如做出來 喂呀你不要玩呀 合作上的火花 其實馬國明是挺可愛的 一個演員 為甚麼可愛呢 因為我發覺他除了很有親和力之外 在戲中他會給我很多鼓勵 亦都會令我安心地覺得 不要緊 就算我和你一起拍的時候 有很多NG 不要緊 你都不會覺得我有問題 或者他都不會習慣我 令我可以很安心地 儘量把自己發揮得最好 妖言 我今天就收你皮 延伸劇集《鴻魔的故事》 我們還首次以劇集主題製作外傳 《鴻魔的番外篇》 將會在BigBigChannel結集首播